字幕提供 結帽式登山口 出發 結帽式山 登頂成功 部落都約了金子 堅鎖成功 Woo 三叉身 登頂成功 Yeah 項眼神 登頂成功 Yeah 漂亮喔 結帽式登山口 出發 好,我們出發吧 待會一個小上坡 有沒有看到有繩子在上面 所以我們爬上去的時候 盡量不要把重心放在繩子上 因為不小心斷掉你就會往後倒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你要身體是靠著那個山臂 盡量貼近山臂 如果繩子斷掉的時候 你至少還可以留在原地 如果你是站起來 然後身體稍微往後仰 繩子一斷你就馬上往後滾 一個一個慢慢走上來就好了 不要急 用手抓樹根或樹枝都可以 那確認是不是很牢固的就可以 登山上可以用一隻建議 因為這邊坡度比較陡 你登山上有可能會不太好使用 表情可以稍微正常一點開心一點嗎 怎麼有點愁眉苦臉 走到這邊會有一個導幕 右腳踩這裡 然後左腳先跨上來 右手撐著 木頭 然後右腳稍微一蹬 轉向過來就好了 很簡單 很好很好 很會劈著 右腳一蹬 手撐著 對 手撐著轉過來 好 你們上來的時候就有看天氣對不對 很冷是不是 沒關係啊 如果真的很冷就報警處理 對對對 對對對 哎呦 有經過社會歷練哦 果然是手裡 哦 哦 看到美女 我就莫名的 愉悅 後面的就可以無視他們 走這裡邊走邊聊天沒關係 但是那個 樹根不要踩到 很容易滑 因為昨天有下雨 腳掌稍微撤著 不要腳尖朝前 腳尖朝前 一定會滑 你腳掌撤著會增加一些摩擦力 加油加油 你看他們笑容多開心啊 因為他看到帥哥了 絕對不是後面那個 三個帥哥 他們是摔到的摔 摔哥 真的摔哥在這邊 Focus 好走到這邊的時候 這裡的地形稍微 不太要走 旁邊有繩子可以抓著 重心一樣 貼近我們三臂啊 不要掉下去了 OK 雖然有蹬山線啦 但盡量不要用 因為你也用不到 對身體有盡量靠著三臂 然後身體抓好 這樣慢慢 所以比較困難的地形 我們就慢慢走 安全對動藥 走上去 安全對動藥 走上去 我們來到了碎石坡 到這邊 就非常堅忌 那個 建茂式的三叉路口 往上走大概五分鐘就到上面的平台了 那這裡大家可以稍微欣賞一下 這邊的松樓很漂亮 快到了快到了 真的不用五分鐘 往上爬大概三分半鐘就到了 真的我從來不騙人 相信我 好我們現在來到了 借茂斯 三叉路口 到了 我剛剛不是說話三分鐘 以內就會到 慢慢上來 到底是誰啊 為什麼亂丟衛生紙 還一大片有沒有 太過分了 怎麼是玉山杜鑑 不好意思 我誤會山友 玉山杜鑑很漂亮 那個真的是衛生紙 沒有這都是玉山杜鑑 但是還差你一點 現在時間 4點28分 我們來到了 借茂斯三角點 恭喜大家 雖然他不是個百岳 但是我們就剪個山頭 三點成功 好恭喜大家 完美 下坡的時候安全很重要 就順順地走下去 沒關係慢慢走 不要扭到了 樹根盡量能避開就避開 每個踩點都確實踩好 不要分心了 腳掌側著 側著走 對身體側著走 對身體側著走 還好還好 對很好 這樣慢慢走 後面的也跟著 看前面怎麼踩 後面就跟著怎麼踩 如果前面跌倒 就不要踩他那個地方 因為也會跌倒 現在時間 下午5點45分 我們來到了 心無旅溪 這裡的水很乾淨 可以直接喝 但是還是建議大家 走出戶外 就是要燒開過 因為怕有人 體質比較敏感 萬一落賽的話就得不償試了 小心走 我們現在過第二條溪 直接走啊 再走三分鐘就會抵達我們的 心無旅溪營地 也就是我們熊出沒的營地 再露營囉 小心走啊 不要掉下去囉 很好 全員合格 第一天的晚餐 新舞女席熊營 大火蝦 絲瓜 芹菜豆干 鹹豬肉 是 這是什麼 麻婆豆腐 青江菜 湯是紫菜供環湯 我們的廚師 齊天大聖 外號 高山狼 狼人的狼 齊天大聖 外號又叫高山狼 現在幫我們切飯後水 你現在要準備送課了嗎 好 可以翻過水 我翻過水 不是送課 我誤會你了 因為根據你的習慣 吃到水果就要離開了 好 好 我看你 不想吃 你 好 好 好 嘿 讓我們一起喝 喝了一杯 喝了一杯 我們一起喝 喝了一杯 喝了一杯 那是為人 因為我們都要喝 你每一個人都要喝 你很美味 像咖啡和醬 你很熱 走來這裡 趕快 讓我們一起喝 現在我們的位置 新武旅去營地 然後待會一路陡上 到了排球場之後 就開始緩坡、陡坡、緩坡、陡坡 在排球場之前 都是陡坡 所以露露加油 我們年紀最大的代表 你不要看他這樣喔 他已經幾歲了?36歲了喔 老妹了,好走吧出發 等一下我都還被321了 1 新武旅去營地 出發 走吧 出發囉 我們現在從新武旅去營地 出發 目標 熊出墨營地大草原 預計4點才會到 我們今天輕鬆走 天氣很好,多拍照 一開始就陡坡,加油 你可以的 上來囉 很好 對 好,老劉 表情管理,對 然後後面是個雜魚有帶過就好了 我們現在走到 松貞步道 這個步道非常的Q彈 走起路來很舒服 大家都走得非常的輕鬆 還自備音樂有沒有 加油 加油,加油 在4分鐘我們會抵達休息站 沒關係 現在我們來到了排球場 但是這裡沒有排球 嗯 它只是因為 腹地 跟排球場差不多大 所以它就取名為排球場 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那我們休息站是在足球場 這邊經過就好 我們現在的位置在排球場 之前我們從出墨的兩位向導 把場地復原 目前 今天是2月26號 目前沒有來 沒有人來這邊生活 不錯 很好 這裡就是排球場 排球場 大家來上去 現在時間10點18分 我們來到了足球場 休息 這邊休息大概15到20分鐘 盡情的拍照吧 足球場 好 現在我們要離開足球場 下一站 高爾夫球場 這裡風景很漂亮 我們現在通過了籃球場營地 因為這個腹地大概一個籃球場大 這裡就是傳說中的高爾夫球場 我們在前面休息一下啊 要吃午餐都可以啊 待會我們在這邊拍照 休息30分鐘 要吃午餐都可以啊 好 富球場 一旦進入 現在我們離開了高爾夫球場 目標 大石頭休息站 大石頭休息站 大概還要步行 一個小時又30分鐘吧 順順地走 待會你會看到已經不能走的老房子 就在前面 我們終於來到了 大石頭休息站 這邊可以休息10到15分鐘 我們現在脫離了二月松林 來到了玉山建築的開闊地 加油就下坡了 我們的上坡結束了 CD 我們現在要前往 重出墨大草原營頂 現在這個時候 很適合太緊一點 隊伍整齊畫一 Perfect 就是這種感覺 現在的位置 要通過了 媚池 待會 我們會向左邊走 會到達我們熊出墨營地 熊出墨營地的位置在哪呢 在這邊 在這個位置 我們現在要往左邊 就是抵達我們熊出墨大草原營地 大概在走 10分鐘內就會抵達 加油 最後一滴路了 待會就直接吃飯了 時間控制的剛剛好 現在是4點半 過去大概5點就吃飯了 現在時間4點38分 我們來到了熊出墨大草原營地 這裡真的很漂亮喔 待會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美麗的雲海 就在我們的正前方 下面就是漂亮的雲海 好 今天 在熊出墨大草原營地 第一道菜 醉雞腿 洋蔥肉絲 高麗菜 青包菇 還有四季豆 水果是蘋果 還有咖哩雞 很香 高盞定鍋飯 酸菜肉絲湯 然後我們今天的主廚 來一版 就是 滴火鍋 大草原營地 炸營地 沙拉 水果 水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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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要重建我們上來 終於來到嘉明湖飯館 你更開心是看到我吧 更開心是認知囉 漂亮喔 嘉明湖又來了 他來第四次了 感動 看到了 很棒 很棒 好漂亮喔 第一次來送啦 要注意保暖喔 要注意保暖喔 恭喜大家 待會那個會變得更懶 所以我們在那邊等一下 嘉明湖的日出 超漂亮的 我的隊友在哪裡呢 迪迦迪迦 我的媽是在隊 漂亮吧 很幸運喔 可以看到日出 很漂亮 我們現在來到了嘉明湖 美麗的日出 他們現在在往上方移動 不知道去哪裡 目標中圓上的鏡子 天鎖成功 好 恭喜大家 加油 我們的網美 哇 哇 嘉明湖女神 紙場 紙場 我們現在要前往三叉山 大家加油 三叉山 能力成功 我们攻完三叉山 现在要回城 目标 加明湖山屋 现在我们的位置 向阳北风 哭哭坡 这边有四个小山头 我们即将要抵达第一个小山头而已 加油加油 前面就是向阳北风 待会的路会比较好走了 加油加油 我们现在要前往 加明湖山屋 希望来得及吃火锅面 现在时间10点58分 我们来到了 加明湖山屋 这边稍微休息一下 上厕所 吃点东西 现在11点48分 我们从加明湖山屋出发 看状况啊 好的话就去向阳山坛 如果起屋的话就别去了 现在的位置 向阳山拆入口 包包卸下来喝点水 然后我们去向阳山吧 反正天气还OK 应该还不会下雨 加油加油 要加什么油知道吗 错是爱老虎油 I love you 这样才有动力 现在时间一点整 我们终于来到了向阳山 但是其实我们的时间已经迪了很多了 大概快一个半小时了 没关系 因为他们是出登百月 还是带他们来 向阳山 当地成功 漂亮哦 好恭喜大家 向我们庆祝啊 一人一口 爽 爽 慢慢走下来就好了 慢慢走下来就好了 如果怕高的话 就是屁股坐着 然后脚伸长 慢慢来慢慢来 现在时间 三点五十四分 毕竟还要再两个小时才会抵达 登山口 向阳游乐区 大家加油哦 现在时间四点五十八分 我们抵达了2.7K水源头 待会会接到松涛步道 比较好走了 没有那么陡了 接茂式路线 我们终于回到向阳游乐区登山口 反问一下他们的新的感想 三天走完 灵魂出笑了 灵魂出笑了 灵魂飞到我心里了 我的电脑时间都太美了 嗯 我也可以走完 四肢熊大 哦 这三天真的好累哦 是有点累了 感觉真的很辛苦 可是很漂亮 哎 熊大 我想捡得很厉害 哦 很好 第四百也可以成功 两个哦 捡两个 有东西要注意啊 然后 保暖要做好 谢谢 好 他是工程师啊 就是很老实啊 有没有女生喜欢的工程师 单身哦 有 有兴趣的 男帅都要身高大概175公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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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